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著要為大家來介紹這套菜色呢 它是在台灣東部 非常美味的一道春紅菜色 叫做南洋蛋酥鬼頭刀魚塊羹 相信大家已經有吃過宜蘭的西爐肉 那今天就是用這個鬼頭刀 它的魚塊醃製之後呢 然後跟這個西爐肉結合在一起 相信這套大人小孩都一定會喜歡的喔 先來看一下今天準備什麼食材 今天這邊有一個就是魚繪啊 有在賣的這個切好的魚塊 接著呢就是要來做一個醃製的動作 先將這個切好的魚塊 我們先放到透明鍋裡面 第一個 來 我給它一點的醬油 帶點味道就可以了 上點顏色 第二個呢 很重要 就是鹽巴一定要有 為什麼鹽巴才會把魚肉的鮮甜味道帶出來 那第三個 海鮮類不可少 去腥體味的好朋友 就是米酒 早選的米酒 米酒也不要太多 那再來呢 我會再加點胡椒粉 讓它增加這個魚肉的風味 就這樣這三樣四樣東西 然後稍微攪拌一下 那再來呢 今天要做羹的話呢 這邊的粉是把它魚肉加下去 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這邊加的是地瓜粉 慢慢的攪拌 讓地瓜粉可以吸收這些醬汁 然後跟我們的魚肉可以結合在一起 吃起來就有滑口感了 那接下來呢 這裡呢 先來汆燙白菜 這個白菜呢 盡量把它燙軟一點沒關係 因為 第一個 因為白菜它的根部 如果裡面有燙軟一點的話 待會兒它煮下去 那個整個湯會有個 菜的腥味在裡面 然後切一片切一片就是這樣來 好 接下來要來煮這道羹了 首先這個 取一個鍋子 有點深度 那我會先加一點水進去 將這些剛剛煮好的白菜下去熬 這個也是筍子 下去一起熬 紅蘿蔔絲 黑木耳切絲 這一鍋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要利用這個 蔬菜的甜 讓這個清水 待會變成非常好喝的蔬菜高湯 然後再來做其他的一個 食材的一個處理 那再來呢 待會兒呢 就會簡單的要做出 它的一個調味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蔬菜 已經開始煮出有那個味道了 那接著下來呢 來 我就把其他的一些 其餘的食材一起放進來 像這個魚板絲 哇 這是菜魚粉 然後鹽巴 少許的糖 待會兒要把這個魚肉啊 直接下去 用泡煮的方式讓它熟 這邊火可以再關小一點點 那這個魚啊 我就直接放進來 讓它裡面可以熟成 那魚肉它在裡面熟成的時候 它的鮮味甜味啊 也可以釋放出來 讓這個羹吃起來特別更有風味 好 稍微先不要動它喔 讓這個魚肉稍微定型一下 在這個勾芡之前呢 我們要確保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魚肉 已經熟了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湯汁要再度的 讓它不沸騰 不然這個芡汁下去的時候呢 如果溫度不夠呢 它並不會變成 芡汁勾芡 它會變成白白灼灼的一個湯而已 所以我們要確保這兩個動作 一定要完成 那這邊勾芡的話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黃金比例 像我們一般在做勾芡的黃金比例呢 一湯匙的粉 大概三湯匙的水 這個吃起來它的口感是很滑順的 好 可以了 我的魚肉的香氣都出來 而且白菜已經開始也非常軟了 那這個時候再開始 慢慢的勾 來勾芡是這樣子喔 慢慢的 先倒一點 讓它整個 湯匙在下面 加快速的攪拌 把這個芡汁推開 好 差不多了 這就是我要的一個芡汁 不會太濃 但是又有這個 在湯的上面會有點小泡泡在煮 這種感覺是最好的 那接下來呢 還有幾樣東西 這個蒜頭酥 就可以把它放進來囉 再來 帶一點紅蔥酥一起放進來 這個味道非常棒的一個 這個羹了 這個下來呢 再放一點的香油 把這個整個 香氣帶出來 把這個給它補進來 好 最後呢 就是 非常重要的 這個蛋酥 倒的 來 香菜 就完成了 今天這一道 南洋蛋酥 鬼頭刀 魚塊根 喔 其實鬼頭刀呢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那今天呢 這兩道料理呢 用了這個 不一樣的鬼頭刀的部位 有魚飛力 也有幫你切好的 鬼頭刀魚塊 那如果你想在家裡試做看看的話呢 去哪裡買呢 在我們全國各地的漁會 還有 go fish 買魚去 你都可以買得到非常好 有優質的 鬼頭刀的魚囉 回去 可以來試試看